所以我很清楚 其实今天只有两句话很清楚 第一个 八十岁以上废除八十亮表 就可以请外籍看护过 第二个 让外籍看护跟长照资源整合 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 在基隆市长谢国良 国民党立委参选人林沛祥等人的陪同下 参访基隆市信义社区市长照服务机构 侯友宜表示 家庭如果有失能者 每个月要负担五六万元 加上其他花费支出很可观 不是一般人能够负担得起 因此一定要改善来减轻长照家庭的负担 所以今天我来到长照机构看长辈 我保护面对的灵验 因为巴士亮表的明艳 经济要增加 巴士亮表跟医病关系产生冲突 再下载又造成更多的失联的外籍看护跟帮佣 典建杂志特别做了一个调查 有七成以上的民众要求对巴士亮表重新做检讨 甚至废除 那台湾面对二零二五超高龄社会 我们要全新减好如何去照顾长者 让人能够在医疗照顾健康跟经济上 可以得到完整的照顾 所以我特别提出来 我们要有一个对巴士亮表重新评估的方向 这也是我最主要的一个目的 同时也让很多的家庭照顾者可以回到职场来 来看我们的长辈 非常的开心而且欢迎 但最主要我觉得非常有魄力的 提出这个八十岁以上就废除这亮表 这个事情对于台湾的很多需要照顾长者的家庭 真的是一件非常大而且很重要 跟他们的家庭照顾切身相关的一个政策 我觉得这个非常高度值得肯定 那大家都知道我们现在家家户户 都有长辈要照顾 那唯有引进更多照顾的资源 我们才能够把我们的长辈照顾好 但是我们未来也会配合我们总统参选的政策 我们会推动把家居家的照顾 以及我们基隆现在正在积极推动长日照 因为长日照在新北做的是非常好 但是在基隆那边有一位我们杨育新处长 我们都一直很努力在推动长日照的资源照顾 但尤其有我们侯有宜总统参选人的这个 很清楚对于家庭长者照顾 有实际帮助的政策 提出来之后我相信对中华民国的家庭 未来一定更有帮助 所以希望侯友宜 林沛祥 大家在基隆一人一票 支持他们两位进入总统府跟立法院 来大家打拼 谢谢 侯友也提到希望透过就业安定基金 直接补助雇主聘用台湾看护 提升薪资及工作环境 并提高劳工的就业竞争力 重点就是要来减轻家属的负担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道